单选第五题 以致坐标平面上有两直线相交于一个点2 到点A 而且两直线的方程式 一个叫做2x加3y等于7 另外一个叫做3x-2y等于B 其中AB是两个数字 求A加B的值是多少 因为这个2A是两条直线的交点 代表这个2A会在第一条2x加3y等于7 这条直线上 也会在3x-2y等于B这条直线上 也就是说这个2A是 这个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 也是3x-2y等于B的解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把它带入 会使得这个等号的两边会成立 2A x坐标是2 所以把x换成2 y坐标是A 把y换成A 算出来 4224 4加3A等于7 也就是说3A会等于3 那A算出来等于1 A等于1 A等于1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其实这个2A这个交点 我们A算出来了 A就是1 也就是说这个交点就是2A 我们再把这个2A 带入第二个式子 把x换成2 把y换成1 就可以算出B 326 减掉212 6减2等于B 也就是说呢 这个4等于B B就是4 那再来 题目还有第三个步骤 不是把AB算出来就好了 题目要算的是A加B是多少 那我们刚刚算出来呢 A是等于1 B是等于4 所以呢 1加4 就等于5 这一题答案选C 这个选项 1 2 3 2 2 2 3 2 4